像中国人一样学词 记词 大家好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学习HSK六级词汇根字记忆法 今天我们学习的是关于举的词 举就是用手抬高的意思 由此引申出第一个是提出推旋的 第二个是发起并进行活动 比赛 集会 晚会的 第三个是整个 全部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意思 手抬高 比如你想提问题 你可以举手 你去体育馆锻炼身体 可以练习举重 我们一般也会通过举手的方式选出代表 这时可以用一个词 选举 可以说 选举总统 公开选举等 例如 不少国家用全民投票的方式选举总统 又如 学生们通过投票选举出最受欢迎的老师 如果我们想解释或说明一些事情的时候 需要列出很多例子 这时可以用一个词 列举 列的意思是一个一个的排列 那列举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个一个的展示出来 可以说 列举例子 一一列举等 例如 为了讲一个词的用法 老师列举了很多例子 又比如 时间有限 我们只讲重点部分 更多的例子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抬手的动作很容易被看到 那 举动我们就可以理解为容易看到的动作或行为 可以说 举动反常 举动不自然 不文明的举动 等 例如 最近几天 他的举动很反常 又如 在这么多人面前 他的举动有点不大自然 再比如 往车窗外扔东西 是非常不文明的举动 有时候我们做一件事情 能同时得到两个方面的好处 我们就可以用一举两得来表示 例如 这次去北京 又看朋友 又旅游 真是一举两得 又比如 很多女孩子去剪头发的时候 都会修指甲 这样可以一举两得 有的人在他的专业领域或工作的地方 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那我们就可以用举足轻重来表示 举足轻重这个成语 我们可以理解成 只要脚移动一下 就会有很大的影响 如果一个人处于重要地位 那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全局 例如 设计师在广告公司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要比如 他在当地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举从很多人一起举手 引申出很多人发起 并且进行一些活动 比赛 集会 晚会等 比较常用的是举行 在字面上行注重过程 例如 操场上正在举行足球比赛 又比如 在郊区举行了千人长跑比赛 负责发起并进行活动 比赛 集会 晚会等 就是举办 因为办有安排做事情的意思 所以用举办时 要求的主语就是subject 是人或者是一些组织团体之类的 比如说 下个月他将举办一次个人画展 又比如说 为了普及农业知识 电视台举办了农业技术讲座 举的第三个意思是全部整个的 例如 举世矚目 矚目的意思就是注视 关注 举世矚目表示全世界的人都关注着 影响力很大 例如 举世矚目的奥运会 每四年举办一次 又比如 回首二十世纪 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 举世矚目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关于举的词语 举的第一个意思是手抬高 例如 举手 举重 选举 列举 举动 一举两得 举足轻重等 第二个意思是发起并进行一些活动 比赛 集会 晚会等 就是举行和举办 第三个意思是全部整个的意思 就是举世矚目 以上就是BTSK词汇文中关于举的词语 所有的句子和更多的练习都在网页下方 去反复学习和练习 你会记得更清楚